第三是亡魂杀魄 纵然身处绝境 此招一处必可斩妖除魔反败为胜 威力之大正如其名亡魂杀魄 男人得到的武林至高绝学屁魔剑法 屁魔剑法又称夺魂三世 第一是叫做迷魂射魄 第二是称作惊魂夺魄 第三是换作亡魂杀魄 夺魂三世配合神兵屁魔剑威力无穷 炼成后可以控制人的思维 称霸天下轻而易举 然而易水寒惊奇的发现 修炼屁魔剑法若是心存恶念 必遭狂风烈火爆雷闪电之机 必遭狂风烈火爆雷闪电之机 死于非语 剑谱上写这种吓人的话 是何用意的 这本屁魔剑谱乃是世外高人李无极所留 相信他不会信口开河 难道这天下第一的屁魔剑法 也有他的克星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易水寒打算去找万卷书生问个明白 与此同时 东方白石召集众人商议办法 整整半个月过去 还是没能找到易水寒的藏身之地 若是让易水寒恋成夺魂三世 他们全部加在一起 也绝不会是易水寒的对手 龙刚文言想到寒山姥姥说过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 或许屁魔剑法也有他的克制之道 寒山姥姥说的对极了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我日夜苦思如何对付屁魔剑 却忘了去讨教万卷书生 万卷书生对天下击人意识 各门各派武学 如属家珍 如果有克制屁魔剑的方法 他一定知道 东方白石认为万卷书生学识渊博 一定知道克制屁魔剑的办法 于是要袁孝天等人 去找万卷书生问个清楚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易水寒已经抢先一步找到了万卷书生 询问起屁魔剑的克制之道 谁知万卷书生告诉易水寒 他已经退出江湖立下毒室 若是在插手江湖之士定会死于非命 所以奉劝易水寒不用白费口舌 易水寒剑软的步行 便立刻出言威胁了起来 今天他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易水寒见东方玉等人到来 随即起了杀人灭口的心思 万卷书生见识不妙 触发暗器射向了易水寒 易水寒轻松躲过之后 拔出屁魔剑挥出了一道剑气 直接将万卷书生打成了重伤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易水寒又补了一记擎天屁力掌 万卷书生瞬间没了动静 等到袁孝天几人进入房间 发现瘫倒在地的万卷书生 纷纷直呼大事不妙 此时的万卷书生奄奄一息 用最后一口气说出了克制之道 万卷书生说出克制屁魔剑的方法后 便因伤识过重命丧皇权 真是妥妥的一个工具人 划分两头 销魂和无法无天两人 正要赶去四方门和袁孝天会合 却不想在半路上遭遇了易水寒 易水寒听说两人与袁孝天认识 准备杀了两人恶心一下袁孝天 无法无天突然偷袭 杀死了没有防备的销魂 让一旁的易水寒有些诧异 而无法无天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要投靠易水寒 借助易水寒对付袁孝天等人 他昔日的兄弟死在寒山姥姥的手上 早就想要灭了凡人谷以泄心头之恨 易水寒也不介意手下多条疯狗 很快与无法无天达成了共识 听到有脚步声传来 易水寒猜测是袁孝天等人 为了让无法无天继续潜伏 易水寒运起晴天匹立长 立长打上了无法无天 这一招非常有效 袁孝天扒开无法无天的衣服 发现他是中了晴天匹立长 再加上无法无天精湛的演技 因此袁孝天杰并未起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